同时为了给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近日 中国铁路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 霸坐 阻挡车门 强行进站等 扰乱战车秩序的突出治安问题 近期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加强对霸坐等突出问题的整治 2018年12月1号 高170次列车上 一名醉酒妇女强行霸占他人的座位 并辱骂工作人员及其他旅客 随后 北京铁路公安局立即与上海铁路公安局联系协调 共同妥善处置 南京铁路公安处在南京南站将该妇女带下车 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7日处罚 并通报铁路征信系统 2018年12月8号 由武昌开往上海南的直25次列车上 又出现一名霸铺男子 该男子到站口 霸在卧铺车厢拒不下车 也拒绝补票且态度恶劣 我们现在巡视车厢 我们现在巡视车厢 每位旅客我们都要看一下 因为刚才有人反映 他凭什么扫我车票 我凭什么不能扫什么样的 你凭什么扫我车票 我有权利看您的车票吧 你不不不不 你老子拍什么 你老子犯罚了 你拍老子偷什么 不要动不要动 你干嘛 你拍什么 你什么意思 我们执行 该男子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秩序 被武汉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018年12月14号 在快7426次列车上 一名妇女持有四号车厢车票 却强行霸占三号车厢三个座位 导致三名旅客无法救座 这个旅客 大家不要为我 大家不要为我都坐 都坐 还请师傅你的车票 你拿手碰点我 请师傅你的车票 来 来 你碰我的一下分怎么回事 我是本车的城警 现在我正在执房 听明白吗 这位女士 经列车厂城警劝说教育 该妇女仍拒不让座 随后 吉林铁路关处城警 将其强制带离座位 这名罢座女子被处以 行政拘留5日处罚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铁路警方共查处 各类违法扰序行为 2856起 452人因罢座等 扰乱车站秩序行为 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针对罢座 罢铺等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铁路公安局近期组织 治安 法治等部门 制定出台了 旅客列车常见警情处置指引 从现场处置要求 基本流程 注意事项等 进行明确 下发到18个铁路公安局 为规范列车警情处置工作 提供指导 同时组织民警走进车站车厢 通过列车广播 发放资料等形式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增强广大旅客的法律意识 和安全意识 再次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